近期,上海中心大厦高层部分被冰层包裹 该大厦是中国目前最高的大厦 2月27日,上海中心大厦高层外墙结冰的消息引起大陆网络关注 此前23日,已有网民爆料称,上海中心大厦高层被白霜覆盖 截至26日,仍有网民表示,该顶层持续被冰层包裹 上海中心大厦位于上海市陆家嘴金融贸易区银城中路501号 是上海市巨型高层地标市摩天大楼,高632米 现为中国第一高楼,世界第三高楼 始建于2008年11月29日,2016年3月12日总体完工 牛视频报道,上海中心大厦管理处工作人员表示 该场地不向游客开放,因楼层高 该区域又处于露天状况,故形成网传画面中的效果 上海中心物业工作人员前先生说 已于2月25日下午封闭了2号门至路边的区域 人与车暂时无法通行 当局称,高空坠冰已进入高发季 此前因低温冰冻天气,高层楼房,桥梁等建筑物形成大量冰柱 当气温回升,恐出现高空坠雪落冰情况 日前,辽宁大连国际会展中心拆除时发生坍塌事故 至少造成四人死亡 当地民众纷纷质疑,此事发生多天才被曝光 当地政府真能无 2月26日,中共驻建部官网公布了上述事故的查处都办通知书 通知书显示,2月20日17时17分,大连市大连国际会展中心拆除工程发生一起结构坍塌事故 造成四人死亡,但通报没有提及事故的原因 此事故27日登上热搜,引发热议 大陆网民表示,大连本地新闻一点消息都没有啊 啊,六天过去了才看到 大连真牛,这都几号了 我一个大连人愣是没听说 消息藏得真好,真能无 这消息何时的时间可真长,真能无 这件事,大连保密工作绝对一流水平 就在我们公司旁边 我说这两天怎么没有动静了 从上往下拆,真挺危险 还有人说,拆除它干嘛 建筑好好的,钱多了吗 什么时候建的就开始拆除了 真是无语了 多好的建筑,设计使用年限到了吗 好好的一个建筑非要拆 本就是劳民伤财的事 加上监管不到位,施工乱来,能好吗 再怎么认真检讨总结 以后能保证不出此事故 大连再拆,就拆成三线了 大纪元时报遍布全球 不受财团,正当影响,真实感言 不管是想了解国际局势,两岸议题 或者想要愉强愉乐,丰富人生 您需要的都在大纪元时报 订报转线,0800-566-688 然后 dadurch就 remarkably参照这个 然后 Hee 跑 回去 생 MINIE 导致 尤其 这是